各位,上次谈到段宇地救了南海岳臣和王羽燕 一问才知道,南海岳臣是西夏国一品堂的有名高手 这次西夏国王要帮公主招护马 就吩咐一品堂的高手四处巡查 不准闲杂人等前来捣乱 谁知道兔藩国王子华帮帮 居然派人守着西夏国四处妖道 不准其他人招护马 想象是他一个人毒食 南海岳臣当然看不过眼 大家一打,打起身就打死十几个兔藩武士 所以他们三大岳人就和兔藩国武士有仇 结果就造成在岩崖顶挂纳那场惨事 哦,听他这么说 众人才有点头緒 但王羽燕为什么自尋短见 还是不明白 后来再三问问问 才知道原来慕容福 为了继续完成兴福燕国的大志 决定去西夏国应招护马 他就对王羽燕说明 男子汉以大叶为众 如果英雄气短仪女情长 他就不是英雄了 他又说 无论西夏国公主 是八月翻瓜的冒也好 是拗痛街残鸡婆也好 只要被公主闲中 他就心甘情愿 最重要是他帮到自己光伏大烟就可以了 他叫王羽燕死心 不要跟他们去 结果王羽燕伤心痛绝 想一死了之 段宇家珍明白王羽燕轻生的经过 他想了一下就说 王姑娘 他慕容是一心一意想做皇帝 西夏可以起兵帮他复国 也很难怪他 唉 这件事 真是挺棘手的 眼见王羽燕又像眼泪汪汪那样 唉 一时 觉得就算为他上刀山落油祸 也很闲 于是一挺胸膛就说 王姑娘 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等我去做西夏驸马 你表哥做不成驸马 就一定要跟你成婚 啊 王羽燕又惊又喜 你 你说什么 我去抢这个驸马来做 好 王羽燕冰雪聪明 段月对他一片心情 又豈有领略不到呢 心想 这个段公子对自己这么痴心 又怎会甘心情愿去取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仔 他为自己而去做违反本意的事 不由得更加感激了 伸出手来拿着段月一手 段公子啊 我 我今生今世 难以相报 但原来生我 说到此 他喉咙一紧 想哭想哭就说不下去了 哎 他两个几次同经患难 背部都背过 雙手扶过 肌肤相接 怎像一次呢 但是过去都是不得已才是这样的 那这一次是王羽燕感动那头 主动伸手来握着段月的 哇 段月觉得他一只 柔利软滑的手掌握着自己的手 撒蛇之间 就算是天嵐下来都当皮疹 心想 他对我这么好 不是说要我娶西夏公主 就算大宋公主 辽国公主 兔藩公主 高丽公主 一起娶光 我都没有价钱说 狂起之下 他都忘了形 当旁边众人是透明的 好了 闲话少说 众人多走几天 到八月十二 来中秋 也就是西夏国招呼马 还有三天 段月的就 最终赶到凌州城 在一间庙里 歇歇脚先 八天石就第一时间去投闻办事 自排时分 也就是上午十点钟左右 他就急急赶回来庙 向段月说 公子呀 王爷向西夏公主求亲的书信 小人已经投入礼部 礼部尚书亲自接见 十分客气 说公子前来求亲 西夏国很荣幸 相信实会如公子所愿 过了没多久 庙外边人声嘈杂 接着是嘀嘀打打吹吹打打 巴天石和朱丹臣迎出 原来是西夏礼部的陶侍郎率领人员 前来迎接段月前往宾馆款款待 小丰是辽国的南苑大王 辽国国勢强盛 比大理强得多了 西夏国如果知道他来了 接待更加隆重 只不过小丰交代众人 千万不要洩漏他的身份 他和虚足的一班人都认为断语的随从 众人入到宾馆就刚刚放好东西 坐下 听见院子里头有人粗声粗气地骂了 你是什么新鲜萝卜尼啊 居然有人来抠西夏公子 你叫西夏驸马 我们小王子都在做的了 我劝你快点收拾东西走投吧 巴天石一听 个个生气到即时烟枪飙火 心想 什么人这么霸道啊 敢上门撩打 开门一看 见有七八个大只佬 站在院子里头吵圈巴闭 巴天石和朱丹臣都是大理群臣中十分精细的人 他们不出声 站在门口看看 知道我几只大只佬 越骂越粗老 越骂越离谱 还夹杂了很多听不懂的番话 口口声声 我家小王子又如何如何 似乎是套番国王子的下属 巴天石和朱丹臣对望笑了一下 就想出手赶转这几个无奈 就在这阵时 左手边隔离房道门 声开了 就飙了两个人出来 一个穿黄衣 一个穿黑衣 他们自动打西 稍后有三个大只佬摊在地上 摊摊腰 另外几个被他们拳打脚踢 打到鸡飞狗走 那个黑衣人就说 哈哈通筷通筷 那黄衣人就说 飞啊飞啊 还不够通筷 哦 一个正是风波恶 一个是包不筒 那么听到 走到出去门口外边的套番 还在大声说 姓慕容的 精精的 你就早点赶回去姑嫂 你想娶西夏公子为妻 激怒我家小王子 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娶了你阿妹做小老婆 那时候你眼都凸了 风波一阵风就赶出去 只得一见劈牌 哎哟 几声 那几个套番没事 一路走一路远 闹声就渐渐远去 黄衣人坐在房里头 听到包不筒和套番 还没事的声音 当同有志愁眉心所 朱磊超随 一时拿不定主意 好不好出去见他们呢 这时候包不筒 向着巴天石和朱丹臣拱下手 就说 包兄 朱兄来到西夏 是来看热闹呢 还是别有所徒啊 巴天石就说 哦 你们两位是怎样的 那我两个就是怎样的 包不筒面识一变 带你段公子都是来求亲的 巴天石说 没错 我家公子是带你个王太帝的世子 第二日新登大位 在大理国南面为君 与西夏结成恩亲 正是门当户对 慕容公子人品虽然好 但门帝不配 飞一下 飞一下 你又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了 我家公子人中龙讽 谁是你家的书带子所能够给的 风波恶这阵时就冲到门口了 淡哥 何必这样厚恕之争呢 第二日在甘殿比市 大家施展手段就是了 飞一下飞一下 甘殿比市 这是公子他们的事 厚恕之争 就是我们两兄弟的事 巴天石就小笑 厚恕之争 包庆天下第一 古往今来 无人能及 小弟金败下风 那便认输别歌了 一举手 和朱丹臣回到房間 他说 朱贤帝 听那个包不同说 似乎公子还要参与一场 什么甘殿比市才行 公子的武功 有时不靈 有时不靈 没什么把握 如果比市的时候 陆墨臣见师子不出来 不单止 驸马做不成 还有性命之忧 那怎么办呢 朱丹臣听到 这亦束手无策 两个人就去找 蕭峰和虚足商议 蕭峰说 金殿比市 不知道怎么比市法呢 是单打独斗 还是准许暴蜀出阵 如果旁人都可以参与国斗 那就不用担心了 巴天舍说 是呀是呀 朱丹臣 不如 我们去找图尚书 将赵女婿 比武的各种规矩 打听明白 再来想过 当时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蕭峰虚足段譽三个 就围着坐下喝酒 你一碗时我一碗 相当开心 蕭峰问起段譽学会 陆墨神剑的经过 就想教他一种运气的法门 能够任意运使真气 怎知道段譽对内公外公正式 是雷将军做吹火童 一瞧不通 怎能够在弹籍之间学会 蕭峰也没有办法 只要拎下头 大碗大碗喝酒 虚足和段譽的酒量 远远不及他 喝了五六碗烈酒 段譽已经醉了 人事不成 等到他蒙蒙隆醒了 看到紙窗上树影扶梭 明月照人 已经是深夜了 他突然醒起上几天 黄玉英拿着自己的手的情形 一时间思潮如涌 再也睡不着了 看见这么好月光 就想出去散散心 于是他就起身 静静出了房 就出到丸子了 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声声 说段公子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段譽出其不意 就被吓了一跳 听那声音音音濕濕 似乎不怀好意 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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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戏高了 段譽若莫听出那声音 就问是否慕容公子 那人不敢 只是区区 敢请段兄 而嫁一谈 果然就是慕容福 段譽说 慕容公子有命 敢不抱陪吗 请放手先 慕容福不肯 段譽突然觉得整个人轻 藤雲嫁冒就飞起身 原来被慕容福执着后背 扔着就弱了上瓦背顶 段譽这阵时如果大声叫 就一定会叫醒 消风虚足地出来救缘 但我想 我一叫 王姑娘一定会听见 她见我和慕容福幼稚争斗 肯定不开心 她一定不会怪她表哥 肯定会说我不对 那我又何必激怒她呢 当时她就不出声叫 任由慕容福 扔着手 向外奔驰 当时虽然是深夜 但中秋将到 月色清明 至今慕容福脚底 初时走的是青石板路 到后面已经是黄泥小路了 小路两边都是半青半黄的长草 好 慕容福走了一阵 突然停下了 出力扔了段譽到地上 嘔声 哇 打到段譽腰骨断了 痛到她飞起 心想 哎呦 这个人貌似文雅 行为这么野蛮 哎呦哎呦 爬了起身 慕容兄 嗯 有话慢慢说 你何必动操呢 只要慕容福冷笑着说 哼哼哼 上几日 你和我表妹说过什么呢 哦 哦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 我一片好心 想黄姑娘和你成婚 結成神仙眷属 举案齐眉白头鞋佬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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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說八道 我是大理王子 大理雖然是小郭 也沒有把這個駙馬看得比天宗要大 慕容公子 我好心勸一下你 榮華富貴,轉信成空 你就算造成了西夏駙馬 再要做大燕皇帝 都不知道要殺多少人 就算中原被殺到血流成河,屍骨如山 你這個大燕皇帝做不做得成都很難說 慕容公子他不生氣 只是冷冰冰地說 你滿口仁義道德 只是墨魚雞泡心腸黑甲毒 變異急了 你還不相信我一番好意 你不相信 好算,有得你,總言而知 我不讓你娶到西夏公主 我不可以看著王姑娘為你傷心斷腸,自尋短見 慕容公子就說了 什麼 你不讓我娶到 哎呀呀呀呀呀 你真的有這麼大本事 我偏要娶,你又怎樣 你要娶呀 我會盡心盡力 阻礙你成事 我一個人無能為力 我可以請朋友幫忙 咦 那麼來,慕容公子他當堂打個特 蕭鋒去足兩個武功是怎樣 他當然知道 甚至段譽本人 如果他施展綠墨神劍的時候 自己也抵擋不住 幸好劍法有時靚有時不靚 未必能夠得心應手 總算有機可乘 當時他就微微擔高頭 大聲說 表妹 你過來 我有話跟你說 哎呀 斷雨又驚又起 連望回頭望下 但見遍地清光 去哪裏有黃雨菸的人影 他掛著張望 似乎對面樹林裏面 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突然間 背門一緊 又被慕容福撿著月道 整個人被他撿起身 哎呀才知道上當 他就說了 哎呀 你看 慕容公子 你又來動操了 你現在再加上說謊 實在不是君子之所為 慕容福說 對付你這種小人 又怎能夠用君子手段 扔著他 就向旁邊走 他想找個坑坑坑坑 一掌打死他 順手就撞了 滅了口算 走了幾丈 咦 見到有個枯井 都挺大的 不想太多了 舉起電意 一扔就扔了下去 哎呀 電意話口未然 已經扔到井底了 慕容福怕 扔他不死 就去左近 找幾個大石 準備 扎著井口 到時就算扎他不死 也餓死他了 忽然間 聽見有人說了 表哥 你看到我了嗎 想跟我說什麼 哎呀 你把段公子碰了 哎呀 正是黃如煙 慕容福的當堂眼都瀝了 就起眉頭 他向著段月背後 高聲講說話 就自在引他回頭觀看 以便捉住他背眉的要月 誰知黃如煙真是在左近 原來黃如煙這一晚 仇師綿綿 難以安睡 派窗口看著月光 剛好 見到慕容福撿著段宇 他擔心這兩個人爭鬥起來 慕容福不敵段宇的 陸墨神劍 立即跟著後尾追來 後尾 他們兩個人的一番爭辯 就句句都被他聽見了 他覺得段宇雙劍慕容福的說話 確實是出於肺腑 慕容福 反而認定別人別有用心 等到慕容福開聲欺騙段宇 黃如煙還以為他真的見到自己 所以就立刻現身 話說黃如煙一出來就急急走到井邊 洪在井口裡猛看 段公子呀 段公子 有沒有踏傷你 段宇被扔了下去 雖然那個井不算好深 只被踏到暈了 黃如煙叫了幾聲 聽不到有人踏 就以為段宇踏死了 唉 想起平時他對自己種種好處 這一次 又確是為了自己而沒命 忍不住就哭了 段公子呀 你 你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就死了 慕容福冷言冷語說 表妹 你對他果然是一往情深 對呀 表哥 他也是好好的勸你做人 聽不聽就由你 你為什麼要殺他 這個人是我的大對頭 你沒聽他說嗎 他要盡心盡力阻我成事 我又在笑室山上 他令我吊了架 在江湖 連站都沒得站 這個人我怎會放過呢 笑室山的事 的確是他不對 我已經責怪過他 他都已經認為不對了 認為不對 這樣輕描淡寫一句說話 就想過骨 我慕容福行走江湖 人人在背後指指點點 說我 敗在他大理斷時的 陸墨神劍之下 你想想 我今後怎麼做人呀 表哥呀 一時勝敗 又何必整天掛在心呢 那天在笑室山鬥劍 顧長都已經開道過你 以前的事 你還說你做什麼呀 他不知道段儀這時是不是真的死了 就紅頭到井口 段公子 段公子呀 哎呀 還聽不聞應呀 慕容福就說 你這麼關心他 就嫁了他 又何必整天跟著我尾 黃月燕心都酸了 表哥 我對你是一片真心的 難道 難道你這樣都還不信我 你對我一片真心 那天在泰湖边磨坊里头 你赤身露体 和你这个姓段在角楼上 一一一做什么 我亲眼看见的 难道还有假吗 当时我想一刀杀死这个姓段 但你指点他 和我为难 你这个心到底是向着谁 哈哈 黄语言怕得呆了 什么 泰湖边的磨坊里头 那个蒙着面的 蒙着面的西夏武士 没错 那个假扮西夏武士李延宗的 就是我了 别看这个慕容福相貌堂堂 认真是小人来的 他今晚这样的情景 还会做出什么事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